在正行道上的银色轿车不断缓缓向前 直接碾过地上塑胶管 还有一大堆交通锥没打算停下 就像归宿保龄球一样 交通锥一个一个被压扁全倒 还持续卡在车头下继续往前 事后银色轿车是一头撞上分隔岛 车头底下还有一堆被压扁的交通锥 警方直接破窗救出车上驾驶 虽然他毫发无伤 表情却明显还在恍惚 翘着二郎腿话都说不清楚 直接讲就好了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不然大家都收把你的整台车收得那么辛苦 我说没有你会去吗 到底有没有违禁品 他始终不肯配合 但果然有鬼 远景搜出手上这一袋 是毒品安非他命和吸食器 以及FM2药丸 当场把这名有毒品枪炮前科的 增薪驾驶上号带回侦办 会这么轟 就是因为他独驾上路 我打开了 另外一个打开了 打开它就这样 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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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慢归宿 当初就是看到驾驶 睡在车上拍窗叫醒他 怎么会知道是在车上吸毒 吸到精神恍惚 地点在台北市重新南路上 早上六点半 二十五岁的真心驾驶 开车停在人行道上睡死 被民众拍窗叫醒 没想到他醒来后持续恍惚 往前滑行 碾过路边一堆交通锥 还穿过路口 才自撞分隔岛停下 就连警方到场之后 这些男子还在驾驶座上呼呼大睡 被一毒品公共危险送办 这回独家上路 神志不清开车 比酒驾还要恐怖 TVBS续远程关于讲目 欢迎开启台北的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